兄弟姐妹,大哥大姐,叔叔阿姨,大家早上好,中午好,晚上好,我还是那个家穷人丑,身高一米四九,一家八口人睡觉,只盖一个口罩的小龙啊 前两天有个朋友一直私信我,说让我聊一个三农领域的小姐姐,就是这位美女啊,一位来自河南浦阳的三农大咖,晨晨的农村室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下,晨晨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收入,看看有多少 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下晨晨在平台的数据,目前一共发布了2468条视频,拥有粉丝46万,三农大咖团成员,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 看到这条数据啊,我真的很惊叹啊,2468条视频,是我做自媒体以来第一次见到三农领域更新视频最多的一个 接下来啊,大家一起和我看一下这张截图啊,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的晨晨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40万,然后我们拿140万除以10,大概就能得出晨晨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14万左右 看过晨晨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,他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西瓜视频独家的标志,就是这个 也就是他简介里写的啊,三农达人团成员,也就是说他是西瓜视频独家签约的视频创作者 所以说他的作品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是在70元到100元之间 今天我们就按照最低的70元来计算晨晨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14万的播放,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7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在1000元左右 我翻看了晨晨一年的视频,我发现他这个账号啊,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啊,都非常厉害啊 一天能更新出来三条视频,一个月大概能更新出来90条视频左右 作为一个几十万粉丝的大咖,非常的了不起啊 所以我们拿1000乘以90就能得出晨晨一个月拍短视频的税前收益大概在9万左右 然后再扣下20%的税,还能剩下72万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72万乘以12个月就能得出晨晨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大概是86万多一点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,这个80多万只是晨晨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获得的播放收益 大家都知道晨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带货主播 所以说她的短视频播放收益啊,在她的总收入里面应该算是冰山一角吧 以上推算出来的数据啊,可能不准确,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视频的最后,我们祝晨晨小姑娘感情生活多姿多彩越来越好 同时啊,旅行出车与摄影小姐姐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后啊,祝晨晨的短视频,在自媒体平台大红大紫一帆风顺 好的兄弟们,我是小龙啊,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她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,关注我,一起学习,互相交流 谢谢大家观看,我是小龙,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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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